我們從這些線索來研判 可以推論出中共正在準備兩件事 或者說兩個陰謀 第一 中共一直在籌備2025年出兵要齊襲台灣 只要美國大選之後陷入長期的內亂衝突 中共覺得時機成熟了 就可能會冒險出兵 第二個陰謀就是中共為了實現第一個陰謀 會全力的干預今年底的美國大選 除了會通過TikTok社交媒體 來發動認知戰和假信息戰之外 還很可能會發動網絡戰 來干擾美國的電子投票和票務統計 現在美國兩黨候選人都是高度戒備中共 所以中共不太可能會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中共戒選的目的是要亂美、好美、弱美 比方說只要讓選舉結果變得不可信 再加上認知戰的煽風點火 就可以挑起美國社會的內部衝突與仇恨 到時候不管是誰當選 都得要處理棘手的內部矛盾 這樣就會對海外事物分身乏術了 這才是中共的目的